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想跟你们聊一个比较小众的有机彩妆品牌 就是这个RMS 这个来自美国的这个有机彩妆品牌 那有的时候呢 因为我会收到一些网友的提问 然后呢就问说 如果是正在孕期之间啊 准妈妈的话 需不需要注意 或者用一些比较安全的 这种有机的 没有化学物质添加的 一些彩妆的产品 那其实说实话 现在市面上呢 有开始做有机的护肤品的 相对来说多一些 但是呢 在彩妆方面确实不多 那RMS这个产品呢 是我目前接触过的整体来说 我自己感觉最好的 因为呢 他们的这个色彩 还有这个包装 还有产品的 实用感 妆效来讲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棒 就是和一般市面上 其他的专业彩妆品牌来讲 没有什么区别 那唯一的 你要说缺点来讲呢 可能是 第一这个价 单价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没有到非常的离谱 第二呢 就是说 它的这个颜色的选择 可能不够多 没有非常多 那我会接触到 这个有机彩妆呢 其实是 大概两年前的时候吧 然后呢 其实我在认识 Marenica之前 我是先认识她的妈妈 因为她的妈妈 自己也有一个 也在做一个 有机的这个 母婴护肤产品的系列 她的这个产品广告 是我帮她做这个化妆造型 还有这个整个的拍摄 那之前我就听说 她的 因为Marenica 还有她的整个family 是fully organic 他们是特别特别严格的 很极致的追求这种有机 还有健康的lifestyle 包括所有的吃的东西 用的东西 全都是有机的产品 那所以说 我当时呢 就是购入了一整套 这个IMS的产品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产品刚进澳洲时间不久 然后他们的色号 还有产品的这个种类 其实还没有非常的多 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开始使用这个产品 然后在给Marenica的妈妈 还有后来接触到 那个Marenica的时候呢 都有用 这个IMS的产品 然后Marenica 她自己本身也是 这个品牌的这个爱用者 那她自己也有一个 护肤品的这个线 叫做Cora Organic 然后这个可能很多人 都已经知道了 有护肤啊护发啊 身体的系列 其实都是非常棒的产品 好那我们就 我找了一点点 这个IMS这个品牌的信息 给大家大概讲一下 那为什么说 她这个创始人认为说 有机产品这样重要呢 因为呢 她觉得说皮肤的吸收力非常强 所以说我们涂抹在脸上的产品 要格外的注意 以免肌肤受损或者是过敏 那IMS的产品呢 她用都是有机的天然的成分 不含有化学物质 没有转基因 没有合成香精 没有防腐剂 没有合成维生素 所以呢 它适合所有的肤质 包括敏感 还有过敏肌肤 那另外呢 她有很多种治愈系的 还有这个保养的这个成分啊 比如说椰子油 乳油木果 还有这个合合巴油 还有玫瑰果油 然后呢 给皮肤提供了一些所需要的保护 还有滋养 那另外IMS还特别重视环保 也就是说 她的所有的这个包装全都是可回收 可以重复食用 可以生物降解啊 所以她整个的这个系列 她都是一个这个环保的 有机的概念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有机的产品呢 那因为我自己呢 就是我健康饮食 还有健身已经 刚刚好两年 到到到这个月 其实刚刚好两年 那我的教练呢 她也是一个 fully organic的人 所以说 我很多的这个饮食方面 还有lifestyle方面呢 有受她很深的影响 然后她也一直跟我讲 这个有机的重要性 但是这个很难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会做到这个 100%的这个organic 其实非常难 那我们平时 平时如果说 你有去逛超市 看到这有机蔬菜 你会发现 它比正常的蔬菜 可能要贵个两倍 或者以上啊 那所以说 如果说 她的建议是 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呢 你能够用到 或者是吃到这个 其实更重要的是吃 因为吃是直接吃进去的 用的东西 其实我们都还是停留在表面 那吃进去的东西 如果说你能做到organic 那当然特别好 但是如果说做不到的话 其实就尽量 那蔬菜水果的话 就尽量去洗干净 那很多人去问我说 化妆到底对皮肤 是不是有伤害啊 或者是说 在孕期的妈妈们 就特别的担心 会不会伤害到宝宝啊 之类的 其实呢 我觉得化妆 反而不是说 会伤害你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 我们所居住的 这个环境当中呢 就是接触到的 所有的东西 包括我们穿的衣服 然后你所用的东西 你加了家具 都不是organic的 所以说这个你要真的讲 严格讲化学成分的话 它其实到处都是啊 它每天都是在你生活的这个身边 其实到处都有 那我觉得需要 需要大家重视起来的 其实是正确的保养习惯 比如说你每天晚上回家之后呢 你要正确的卸妆 认真的把妆卸干净 那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还有正常的去做你的这个保养 那另外呢 就是你吃进去的东西 还有lifestyle 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lifestyle这个东西 其实比化妆 对你的影响是更大的 你不能说这头 你把你的所有的化妆品 全都换成有机产品 非常非常注意 但是呢 另外一头 你可能每天喝酒啊 抽烟啊 熬夜啊 吃这种重口味的 吃火锅啊 烤肉啊 零食啊 薯片啊 你如果用这样子lifestyle 那其实你在用有机的东西呢 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懂我意思吗 它是一个整体的东西啊 好 那我们 那说回来 就是呢 来看一下这个彩妆产品吧 这个产品 它其实让我挺意外的 因为它真的是很好用 好 我们先说一下它的底妆系列 它们家底妆很有意思啊 它是做成 有点像遮瑕膏的啊 它叫做 Uncover Up Uncover Up这个产品 那他们这个官方的介绍 说这个产品 你是可以当做 粉底液 粉底膏 还有 粉底液 粉底膏 还有遮瑕膏 多效合一的一个产品 就是这样的 它其实质地有点像 这种滋润版的遮瑕膏 那我们看一下 它的这个质地啊 你可以用指腹去沾取 或者你用你的刷具去沾取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出来的这个感觉 在皮肤上面 它是有点润润的啊 它不是那种特别干的妆感 然后也是比较blendable 所以说 其实 是可以当做粉底去用的 那我建议呢 你不需要 很大一块的去涂到脸上 你可以少量的 比如说 从我们需要遮盖的区域 开始涂 然后慢慢把它blend开 比如说 从眼睛下面啊 然后有这个 黑眼圈的地方 鼻子周围有泛红和暗沉的地方 或者额头 或者下巴 颜色不均的地方 然后开始慢慢的这样子 把它很轻薄的 晕染开 那这个就会成为 你的一个底妆的产品 然后另外一个 它有一个 类似于这个保养品类的 叫 Lip and Skin Balm 然后它叫做 Simply Vanilla 然后呢 它这个产品它有两个 一个是巧克力口味的 一个是Vanilla口味的 就是说 它有很浓的 这个Vanilla的味道 它其实就是一个 滋润的浓缩的一个油 它是一个Balm 就是你可以把它当作 Lip Balm去用 你也可以用在你身上 或者脸上 任何一处 非常干燥的地方 比如说 有些极干和极敏感的皮肤 在化妆的时候 脸上它会有一点点的 这个起皮啊 你可以在化妆前 去用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涂一点点 让它先滋润起来 然后呢 再开始你化妆的这个步骤 它都会有帮助 因为它都是这个 纯天然的 就把它当作这个 保养品去用 好 然后呢 另外一个 我特别喜欢 它们家的产品 就是一个 纯甲两用霜 这个是它们家 纯甲两用 那我觉得说 既然它的单品 都已经不便宜了 所以说 我们应该找这种 可以一物多用的 多效合一的 这种产品 它纯甲两用霜 我会发现 它的这个 妆感 它不是完全的 这种 它不是完全的哑光 它也不是 这种非常非常 有光泽感 亮泽的产品 它是处于中间的 很滋润的 很creamy的 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质地啊 那我特别喜欢的颜色 它叫做 modest 那这个 其实就是我嘴巴 现在上面的颜色 你可以看得到 它就是特别 特别自然的一个 珊瑚 怎么讲 介于珊瑚粉 和珊瑚橘 中间的一个颜色 不挑肤色 所有人都可以用 那我现在把这个颜色 涂在手背上 你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 你看粘在我手指上的 这个质感 它就是特别的 很绵密的一个质感 然后完全不会干 有点像这种 滋润版的 唇膏的感觉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那这个颜色呢 也是我工作当中 用到的最多的 因为它真的是 不挑肤色 肤色比较白 或者是妆等肤色的人 其实都可以用 然后另外一个颜色呢 叫做beloved 然后呢 它就是这种 樱桃红色 然后呢 如果说 你比较喜欢种偏红一点 妆感的腮红和唇膏的话 就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那它们家的这个眼影 就是eye polish 这个系列 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你会很意外 它的显色度 还有它的这个色彩 可以这么的饱和 我们先试一个颜色 叫做magnetic 那这个颜色 好像是我第一个入手的 这个 它们家的产品 就是这个颜色 你看 它颜色有多么的这个饱和 好 你们看一下涂在手上 它是一个这种 特别漂亮的一个 带有紫色调的 一个灰棕色 然后呢 带有一些光泽感 那它们家的这个眼影膏呢 其实我都建议 你可以用纸腹 呃 沾取一点点 然后呢 大面积的把它涂抹在 你的这个眼皮上 淡淡的推开 那这样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眼影的颜色了 那如果说你想再重复叠加 其他的 啊 粉状的眼影 增加层次感 或者说当做定妆也好 都没有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颜色 叫做solar 然后这个是一个带有金色的 呃 光泽感的一个颜色 啊 我也觉得很实用 在我们日常的 日常妆感的这个搭配当中 它就是一个 这个暖金色啊 也非常实用 还有一个颜色呢 是它的 呃 其实是一个bronzer 啊 其实它是一个bronzer 你们知道就是 嗯 像鬼魅在化妆的话 她特别喜欢用bronzer 中国人用的话 确实是会比较少 他们都会用在两家 看起来就有点像 夏天晒过的 有光泽骨铜色的 这个肌肤啊 那我喜欢把这个产品呢 嗯 当做眼影 来用 那我们 我在工作当中 如果需要 画到bronzer的时候 我可能也会用到 这个产品 可以看到 它有一点点这种 暖的巧克力棕 特别好看的一个颜色 完全可以当做眼影 来用 那因为它的所有的产品 里面都有这种 什么乳油 木果油啊 椰子油啊 什么玫瑰果油啊 这些保养的成分 所以它的质感和质地 都是非常非常的滋润 用起来会很会很舒服的 好 好呢 呃 这些呢 就是这个armes的产品 另外他们家其实也有出蜜粉 但是我有蜜粉 但是现在没有在手边 它还有出不同的色号 这个蜜粉也非常好用 因为它的这个粉质 非常非常的细腻 然后没有 完全没有粉感 就是做到特别 呃 质感特别好的 这个彩妆啊 那所以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吧 这个产品可能不是很好买 因为它确实比较 呃 小众 但是这个呢 就给比较担心自己 这个呃 孕期的期间的化妆的状况 或者说你平常在比较追求 这个健康的lifestyle 享用一些有机的产品的话 那就是给大家一个了解 那希望你们觉得有帮助 好 那如果说你们也有知道 其他的好用的 有机彩妆品牌的话 也可以推荐给我 在下面给我留言 那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video 我们下周一再见 拜拜 拜拜